天平没有发码什么活 殷老师你好 你好别叫殷老师 咱常规唠嗑一下 我没活 你有啥想不开 也没啥想不开 其实我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就是 你觉得为了老板的情怀 去打工 是值得的吗 你看在钱的事上妥协了 还是看在情怀的事上妥协了 也不是妥协 我是从那个过程中走出来了 因为我去年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事情 因为当时要去那边去打工 然后 那个 一开始老板告诉我 我烧的我这个脖子都崩崩胀 你说你接着说 对说 然后我说一年可能有 保底有12万吧 然后 当时去了以后 也没有提保险 也没有提那些的事 但是就是进入了一个工作状态 基本上工作的时间也很久 白天到晚上 加班也比较多 然后满满灯灯的干了一年 但是到最后的话 他也没有说那个什么 但是他这个过程中 他对待对待我 那个还是不错的 就是每一次出去 不管是吃饭呀 还是去见客户 都会带给我 当作人了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但是 但是他每次他都会承诺 他就会说 他说年底会有什么风红呀 会说这些话 但是我当时我可能就是相信他吧 因为还是比较 做事情比较认真 因为老板他 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做事的人 但是他老是去给你这样的一些承诺 之后他又没法去实现 啥那么说啊 他年底是挣到钱没给你分吗 还是他也没挣到 嗯 他也许是挣到钱了 因为我是年底之前 不是公司公司效益 你看不着吗 能看得到 因为我基本上 就是全程都在跟进 因为我们是做工程 那张美争争 他挣的话 应该是应该是有挣的 但是但是 因为他以前也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挣 挣到过大钱的人 嗯 我明白你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点啊 我跟你原来 曾经是一个身份 一样的身份 就跟着老板 打江山的 嗯 我问你个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假如说老板 让你卖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值十块 你们的利润有四块钱 纯利 这四块钱呢 有一块钱是属于你的 当他跟你说的时候 他跟你这么说 卖一个 你就挣一块 卖一百跟你挣一百 咱们能卖给全中国人 你能挣十四亿 你觉得这是画饼吗 我觉得那个不是 因为那个 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是明确的 好 那就是说 就说我也不跟你说 你能挣多少钱 一个能挣多少钱 然后呢 账我挣了多少 你也不知道 我就说你能挣一个亿 你觉得这个就画饼 对 对吧 我觉得他 你远去说他就是 那好 那我问你 账你值不值得 这么一个 你要说实际的账的话 我还是 大概是清楚一点 因为所有的 从前期的 就是也不说那么敏感 就是基本上 就是基本上 预算呀 包括后期的这个 印收账大概有多少 心里大概是有大概的一个数的 嗯 这些账里面 你把没把他 比如需要走动关系啊 需要 给你团建 给你吃饭 包括 垫付什么资金啊 你把没把这些钱算了 那些全部都是扣出去 全部都要捡出去 然后他剩了很多啊 对 因为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 所有 我们出去 包括 接待 包括去 一些的 所有的 活动 基本上我都 全程都有参与 你就是公司二把手 呗 也不算是 因为我们 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小公司 那现在是啥的了 现在是他没兑现吧 对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你 你愿意去 承 比如说你 承诺给我这些东西 或者你 就是你既然说 我现在只想知道 他是挣着不给 还是没挣着 呃 他应该是挣着了 但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 我从他那儿离开了吧 他就觉得 你已经离开了 啊 对 已经算是离开了 因为 但是但是那时候 有一段时间 他来我这边的城市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说 年底的时候 会 呃 多少 会给你来一点 因为辛苦 大了一年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时你走了以后 他还跟你说 年底的时候 再给你拿点 啊 对对对 我想挺讲究的 对 因为我觉得 老板跟你一样 他也是东北人 挺张意的 我说实话 你都走了 如果你拿两千 那也是也也也是排面 对吧 但是 但是但是我觉得可能 就是我不太喜欢他 那种做事的风格 吹吹吹吹吹的 啊 对对对 因为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东北人的一个性格 那我这么说的话 你是不太喜欢东北人 当老板 也不 也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 那你都说 他很典型 东北人性格 完了他是东北人 他当老板 你不太喜欢 那你不是 不是 我是很喜欢 很喜欢他的性格 但是 就是针对他 比如说 做买 不需要那么夸张 是吧 对对对 我不会轻易的告诉你 你今天多大了 二十八 二十八 那你还小 我跟你说一个 我陪老板 打江山 都打了好几回了 我跟你说一个 我总结的道理 发现一个人的缺点 很容易 嗯 而承认一个别人的优点 比发现一个缺点 要难 就你老板 身上的缺点 你是很容易发现 甚至你很容易 真的客观的 去发现他哪 甚至都不如你 这是非常容易 就能发现的 嗯 但是为什么 他做老板呢 你没有 不是 我 我很清楚 他是做老板 因为 就是 说实话 你不能说 他靠家里靠啥吧 不不不 他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白水起家的人 对呀 那所以说 你要承认他的优点 就很难 对对对 对吧 我原来也是 我感觉我老板 跟傻子一样 我原来 我原来干活的时候 就这样 我感觉老板 跟傻子一样 傻子都不如我 说话老壳不如我 长得不如我帅 完了 专业知识学的 学的就是 他那点专业知识 就说白了 就是用前半生 去学那专业知识 反正专业知识 我能尽快的补 补不上的东西 他来定理 啥都靠我 谈业务靠我 收钱靠我 公司整个运作下去 全都靠我 我感觉我牛逼够呛 那底层逻辑是啥 最后他是老板 对 对吧 你别觉得自己都牛逼 牛逼你当老板 其实也不是牛逼 但是我就是 比较 想不开一个事 就是 如果说 比如说我答应你 他答应给你了以后 他你拿12万以上 有多拿吗 其实没有 我一年下来 其实每个月 也就是5000 那12万不是底薪 感觉 不是底薪 年薪 年薪 对吧 你年薪12万的 7分底薪都没给到吧 对对对 就 就是相当于 因为是我一开始 去的时候 其实 其实就已经谈好了 这件事情 但是所以 没嫌合同吗 没有 我因为这件事 已经吃了两次亏了 这两次 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 已经将近1000万人民币了 所以 所以我就从他那离开了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我现在来到这个公司 我比如说我要跟老板谈 我就一次性谈好 你可以给我承诺 但是你得 你得 你能兑现 你如果兑现不了 你就不要给我这样的承诺 对吧 你不用讲诚信 再一个 老板你因为挣钱了 时间算一下 你没当过老板 我是当过老板 当时我饭店员工 就给我算 一天卖多少钱 这样系统有 一个月算下 怎么能不剩钱呢 嗯 钱呢 我 我发誓 真不剩 总有各种开销 对 下面有个干工程的 叫盛托 刚才他问你 你知道老板是怎么要钱的吗 就要工程 我知道 对吧 咱只说 不能说老板那么容易 可能你看见他挣钱 他时间没挣 当然我不是给老板开拓啊 说多少钱 最起码保底的数字 你还是得给 对对对 对吧 这个我是认同的 但是呢 你必须通过这件事 学会一个道理 白纸黑字 对 必须白纸黑字 其实当时 当时因为去 我也不是很愿意去 因为我 其实已经在这个城市 已经干了有两年多了 是因为我 以另一个学弟吧 嗯 他是一直跟我说 不是我的杂音 他的杂音 我这有杂音 嗯 我吃牛肉干啊 嗯 就他一直跟我说 他说 他就是 去跟着他那里 一家 可能啊 我说实话 可能换一个 你认可的性格的老板 干一年 干完了以后 稳稳重重 他的事实 他然后他说没挣钱 可能你就接受了 归根结底 还是 你认为他是个东北人 你还是有地域歧视 我知道很难承认 很难承认 这个事 也不是说地域歧视 就一定怎么着 我拿你不当人 就是你有刻板印象 对 你认知上有一种刻板印象 你有偏见 你认为他炸炸糊糊的 你认为他挺能装的 他不太懂 换一个 其他地方的人 你可能 他说不挣钱 你也就信了 那你要真是这样的话 以后就别跟东北老板 去合伙干啥事 就好了 对吧 这个我不 我不怨他 我说实话 行的 不是我给他往处宅 哥们你先下来吧 我 你这个杂音太大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 就是 我不给他往处宅 我还是那句话 我自己就是东北人 东北人 那个炸炸糊糊 挺能装的 三催五六少的 那一出 我是深有体会的 甚至曾经我也那样 这别吹牛逼 人家有这个刻板印象 收敛一点 好吧 当然不是说所有东北的老板都这样 就是一部分东北人 确实是这样 我在国外 我见的多了 这种人哪都有 那确实 但是我接触的就是东北的多 我接触确实东北的 我是东北的 我不存在地狱黑 我在国外吃的最多的亏 也是来自东北的 感谢宁雪魂 宝石阳 豪迈归豪迈 你要真舍得 那叫豪迈 你要说的时候豪迈 做的时候小心 那就叫装逼 装逼的多 没见着钱呢 没见着钱吹啥牛逼都有 今天牛肉干不脆 今天是南方牛肉干 那个内蒙牛肉干没吃完呢 在那边 感谢宁雪的海上盛明月 你对东北人有这印象 但我劝大家不要刻板印象 确实这种是有的 特征上很明显 它也是东北人 但不是说东北人都这样 好吧 有现在很多 那个东北老板 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整那种修身养性 也不整大logo外漏了 整那种修身养性 穿衣服没logo 那手串啥子通通不带 到哪一说就喝点茶 一口酒不喝的 也是很多 为啥发现了 很多人对他们 对东北的第一印象 就是这样 炸了几几喝大酒 那没大能的 没啥不打友 完了天天就跟着 五马长枪扯犊子 大家已经意识到了 所以现在东北 我这趟回东北 我就发现 很多人已经不像原来 那么那么炸的积极了